为什么存在最终的一层时候 我还给你 明白才放不开你的爱 当说去你的怀怀 离开想明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而现在就算是 就算生命上尘埃 分不开 也许晚晚更伤心爱 晚上好 最终会消失 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 没有你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熟悉你的关怀 分不开 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而现在 就算是春都天白 就算生命上尘埃 分不开 那我们也许要更相信爱 初一群要哭了 太感动了 太放不开 太熟悉你的关怀 分不开 想明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而现在 不开 就算是春都天白 就算生命上尘埃 更不开 也许晚更相信爱 感动麻了 初一群 还没有吃晚饭呢 因为我想播了再 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等会点个外卖吧 因为每次下午公演完 我都会去吃饭 我想是好久没有跟车回来了 那还是跟车回来吧 回来就是看到初一群一个人 一个猫 窝在那个猫窝里 太可怜了 就摸了它好久 对吧 是不是你自己 一只猫 待了一天 是不是很辛苦 她说是的 并且翻了个白眼 小爱同学 声音小一点哦 好 就这么大声 挺好的 让她点头 太强迫她了 谢谢甜斑麻 送到二十个荧光棒 谢谢你 谢谢 毫无灵魂的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而且今天我看那个老刘给小包写的信说 小包要请老刘吃饭 我觉得呢 我就不要跟着瞎餐火了 所以我也就跟车回来了 懂吧 懂吧懂吧 然后再加上杰哥他 今天晚上还有公演 太惨了 有些晚上还有公演朋友们 太辛苦了 是的 不知道他能不能熬过晚上吧 所以呢 所以呢 就只有 只有我 只有我 在这里 我想起个问题 我应该先点个外卖 然后再直播的 然后等直播下了之后 就可以吃饭了 但忘记了 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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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现在可以点过了吧 虽然我的肚子在咕咕指教 但我想等直播完了在那个 免得等会儿 我等会儿退出去 有分子说 诶怎么黑瓶啦 不太好 不太好 聊点什么 那聊一下刚才的舞台吧 就是沙漏这首歌 我怎么说呢 沙漏 不知道你们之前看过没 反正我是要跳这首歌的时候 我才看了一下 刚开始没有觉得这首歌好听 就觉得挺抑郁风的 然后就觉得我上次刚跳完 那种抑郁的衣服 就是绚丽时代嘛 然后这一次又跳那种类似的 好 后来看了 嗯 后来看了陈琳还有 许阳跳跳的 就是太爱了 真不错 衣服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尴尬了 就是跟上次穿的一模一样 呃就是因为上次我穿的是瑞杰 就是今天穿的 就我们俩 我和瑞杰两个人就把衣服调换了一下 稍微富贵了一点 就差不多 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穿的是那种 穿的是那种休闲衣休闲裤 然后今天上来穿的是裙子 我就觉得自己好man啊 就是觉得动作特别的 力气特别大 对我穿的是上一场的衣服 然后 你们知道 就是上一次我跳绚丽时代的时候 我穿的是瑞杰今天穿的那个套嘛 它那个裤子是灯笼裤 灯笼裤它有很多荷叶那种边儿 就是围了一转的那种 完了今天瑞杰穿 它发生了一点小事故 就是它 它裤子本来又很短 结果它的脚跟真的陷在了那个 灯笼裤的袋子里 好像它一脚吧 就是 裤子 扯掉了 镜头应该没有拍到吧 就 怎么说呢 就是 觉得这 这条裤子是 非常难为人的一条裤子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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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出道的第一首unit曲 就是一模一样的裤子 就是它是黑色的 我就每天都被那个裤子绊倒 后面我就学会了 我还疯狂的 今天还教瑞姐 我说那个裤子 它有点勾鞋跟 我说你记得 先脚掌 就是脚后跟先离地 然后脚掌 就是用力撑起来 而且我也提醒大了 我说不要穿那套衣服 那套衣服 很有问题 我也想要这条裤子 滚出夹心路 它 刚夸完它 乖它就不行了 再抱一会儿 妈 你好热乎 我好冷啊 爸爸好冷啊 抱抱 抱一下吧 谢谢天妈妈 送的是个荧光吧 强迫 强迫 对 你没看到我一直抓着她的脚和手吗 因为我真的很热乎 然后她现在生气了 疯狂地在摇她的尾巴 是不是你们看不出来她的表情 但她的身体出卖了她 好吧 眼神转移 嗯 呵呵 看得去 那我看得去她平时就是这样的 她平时开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只要我一拍照拍出来就是这样的 明明我觉得她很可爱 嗯 瑞姐还经常看到说初一勋 感觉初一勋在微笑 完了之后 我每次一拍照她就这样 好好好你去你去吧 真的是一点都不争气 你要冷死爸爸 等一下我把它立起来 等一下我把它立起来 对啊我是爸爸 我负责分 那个抚养 抚养她 责任重大 妈妈是谁 妈妈暂时是刘洁 为什么是刘洁呢 因为她 就是负责 初一勋的 心理辅导 毕竟孩子跟妈妈是最亲的 对 我只是负责养育了 吃饭了吗 没有哟 没有哟 准备直播完了吃 然后 就是今天跳完那个沙漏 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 没有什么镜头 我准备 等会去拍一个练习室 因为学会了 然后也没有说 让大家看到 我就去录一个吧 就跟之前我 跟刘洁一起跳那个乌渣 结果她没有表演 我就录了一个视频 唯一的遗憾就是 没有华丽的服饰 还有灯光点缀 我就只有自己 全靠动作 谢谢 Yuki唱送的一个圣诞帽 谢谢 还有就是今天我写的那封信 其实 嗯 就感觉没有写完整 就不太 本来就是不太 本来不想 不太想念的 因为不管怎么写 我都会扯到老刘那 就完全我就是个局外人 我就是怎么说呢 写着写着感觉就不太对了 就跟刘洁一样写着写着 我就觉得好像过于亲密了 删掉删掉 然后再来一次 然后就是 这封信就是 求生欲非常强的一封信 就 没有任何的个人情感 我是一个没有情感的 队友 谢谢陆丰小菜送的两个圣诞帽 哦 因为我平时我写信都是 怎么说呢 就是特别认真 深情的那种 对吧 然后我又怕我一写就不对了 谢谢梅一直送的一个糖果 哦 给我 给我整不自信了 晚上好 哎 爱意太浓力 是的 虽然 我也不知道 就是 我觉得可能处女座的人都比较 含蓄吧 就小包平时也挺挺黏人的 他也挺喜欢我的 我觉得 这台上能说吗 不能 不可以 对 我觉得小包应该能懂吧 还有 今天在台下的时候 我确实 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老六 确实是有点不开心 他就一直憋着嘴 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论 但我也不敢问 我以为 我以为 我以为是因为 小包 跳 那种 那种特别性感的舞 因为我没有看 老刘和小包跳的 跳的那个 如果你拥抱我 我下去了 反正我看了 他和其他舞伴跳的 我觉得 特别 厉害 我以为 老刘 就是也是 就是感感受到了 其他那个 同事的爱因 所以他生气了 我当时是这么以为的 但好像 上台好像就 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的 你说 如果 你说 如果你说 你們说 如果小包 老老老 如果真吵架了的话 我应该帮谁呢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作为处女座 我很能懂处女座 但是呢 作为老刘 我也觉得 当男人真不容易 左右为难 自保 奖礼 最怕的就是朋友奖礼了 之前我跟瑞姐奖礼 瑞姐永远都要怼我 保持中立 叫别人帮忙 那就问刘洁吧 刘洁就只会 嘿嘿嘿 喜欢喜欢 我已经能想象出来 她的那个反应 刘洁就是 嘿嘿嘿 鼓掌 打起来打起来 然后疯狂在那儿笑 没有脏 她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很生气 她就在旁边 嘿嘿嘿 在那儿笑 对 她就这样 她 但是我也很能懂她 她是那种 怎么说呢 可能她没有觉得那么好笑 但是呢 她想缓解一下那个 尴尬的气氛 结果她一笑 那个恨意都在她身上 真的 她就是这么傻 笑顾打掉了 注意转移 收手机 好惨 作为学生党 我看过杰哥生气嘛 杰哥 看过吧 但她一般 就是 对家大家都比较温柔 她生气都是在 窝里恨的那种 然后出去 出去面对大家 又是一条汉子的那种 我就像是一个垃圾头 她没有什么 就是不开心的 其实都会在我面前 说的 想象不到 想象不到吧 爆料 不必了 就是属于 就像之前我发的那个 发的口袋里 杰哥在那哭 就 她平时就是那样的 对 就是那样 谢谢甜妹妈 送到二十个 荧光棒 谢谢 知心大姐姐 我不要当知心大姐姐 我也是一个 我也是个孩子 我只能听着 但无能为力 就是刘杰库很难得的 她就是有时候 触境会生点情 对 哎 但是 但是说真的 我还挺喜欢 就是帮别人 出鬼主意的 你没有什么 困难的事情 可以来找我 比如说 作为小学生呢 被同学欺负了 我就教你 怎么 去 应对这些事情 被老公欺负了怎么办 骂 骂回去 怎么说的 好像真的被欺负了一样 那也太惨了吧 被我欺负了怎么办 骂回去 算了 还是别骂了 我不想被骂 我不会欺负人的 那一天 现在还没有到来 我这个人 说实话 我觉得我的容忍度 还是挺强的 只是我自己 对自己的认知 我喜欢那种 那种和 和平相处的感觉 就是 非常平淡的感觉 朋友之间的话 对 平平淡淡 才是整 是的 像 比如说 像每年 我给刘姐写信 我就不知道写什么 因为真的太熟了 对吧 心里话 我 哪有那么多心里话 可以说 发个红包 发个红包 也不错了 但发红包 会显得我 这个人很直 难 我可能 会直接问他 你想要什么 就 买给他 买 对 对 平时相处 而且 我觉得杰克 是属于那种 谁对他好 他就 他就会很受不了的 那种 就他 他 他分辨 不是分辨不出来 是 他不知道 就是别人是对他好 就是对他好 一定要说出来 不说出来 他就感觉不到 是的 就是 嗯 念经的感觉 他可能 把这种 这方面所有的东西 都用来 对别人了吧 帮助别人 成全别人 对啊 你看这些 平时 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就能说得出来 但是 比如说 他升任的时候 需要写信的时候 我可能就说不出来 这些了 就一下 脑子就 一片空白 咔嚓 杰克是队长 嗯 那他也不是 我觉得 嗯 他不光是因为队长 所以有奉献精神 他是这个人 就特别有奉献精神 宇静华的台上 一泡 我说 这 这 可能是吧 哎呀 我这个人 就可能 就是 台上 台下 可能不太一样吧 今天 祝愿 今天祝愿 在吗 送他一个队长夫人 他的队长夫人 把初遇寻送给他 那是他想要的 他现在还在苦命的公演 苦命的公演 我今天听老刘 念信 我嘴巴都裂开了 笑裂开了 我觉得 不光是会写 老刘 他是那个 他的那个 说话的感觉 阴阳顿挫 特别 有感觉 有意思 走心了 一般 就是情感 比较丰富的时候 再加上 你的语音语调 拿捏的好 就非常的 有意思 高考语文140 5 5 我觉得 说实话 我最讨厌 小时候 最讨厌的是 写作文了 没想到 我进了团之后 经常写小作文 就抠破头皮的那种 写性技巧 那我不如 学一学 他的说话技巧 就是他的一阳顿挫的感觉 我的高考作文 比如说150的满分 我进团前可能 90分 我进团之后 现在可能 到达 120了 粗糙的魅力 算了 我 我 那个什么 搞笑 路线 不一定适合我 我 我 正经 我 对 我这个人 确实很正经 搞笑 我也不知道 怎么说呢 可能 队员里面 就是get到我的 会比较少吧 就是我跟人家熟了之后 我就会特别 特别那个啥 没有到达那种 想幽默的点 看有没有人能激发一下 我的幽默细胞 是吧 我就在喜欢人的面前 就会比较活泼 能不能进行刺 带我这种 放开 我 那么 我 不 可以 我播到8点 然后我就去吃点东西 多喜欢几个就可以看到 是 我看一下瑞杰直播完了没 我跟他连个麦 我 размер完 我跟他吃了 再来定了 我感觉一切好了 我感觉到了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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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对我就是随随便 有没有什么下次直播可以玩的游戏 你话我猜就是不想玩了 斗地主和谁斗 猜人物 猜人物 怎么个味 就是 给几个形容词 然后猜人 我心里想一个人 那 我心里面想的人太少了 你们一下就猜到了 直接留起 救命啊 那可不一定哦 我上次好像做梦梦到了 想玩一个 是个什么游戏 想不起来了 就是做梦梦的 思考人事 哦 直播看抖音 那 我想一想 这个这种适合拍个视频 我觉得 看舞台 看舞台好像也不错 直播到几点 还有两分钟 就下锅了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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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四 各时百千万 一万四 送到一个月底 謝謝你 謝謝 殘忍 怎麼我 時代還兩分鐘 因為有時候 就說著說著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等我下次想再說什麼 我再直播 喊上幾個成員玩遊戲拍個視頻 雖然這是不錯的 但是湊人特別難 想吃火鍋 跑吧跑吧 不心動挑戰 沒有讓我心動的 沒有讓我心動的 所以這個不戰 就成功了 喝上 最後掏出了自己的視頻 發現心動了 好啦再見了朋友們 我要去錄視頻了 未來希望有些人 tril到一邊 對不對 後來 沒問題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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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